近日,有网友晒出一段视频,《甄嬛传》中饰演崔锦西的孙希先生发布会现场,所有工作人员冒着大雨站在台上合影,有很多人早早站在台上等着合影,小演员们并未撑伞全程淋雨,还有一位老人家全身淋雨湿透,当所有人都站好后,孙希才迟迟撑着雨伞赶来,静止走向C位。 孙希走到C位后,也没有很快调整状态,而是戴着墨镜东张西望,还跟一旁的人聊天,前面的小演员们早已摆好pose等待拍照,每个小孩子都非常敬业,早早蹲在雨中等待这群大腕拍大合影。 没一会儿,对面有人让演员们收下雨伞,怕影响拍摄效果,孙希才主动收起雨伞,墨镜还是没有摘掉。 孙希也是当妈的人了,不给孩子打伞也就罢了,伞上谁都抖在孩子身上了,就大人怕淋雨,前面那几个孩子就那么蹲在地上等着。 孙希全程没有看前面的小演员一眼,只顾自己撑伞拍照,她自己也是一名妈妈,可曾想到前面的小演员也是别人家父母的心肝宝贝。 看到这段视频,网友纷纷抱不平,孩子们淋雨配合着,一群大人后面打散装大牌,哪怕有一个人给孩子们遮着雨也算你们是个合格的人,还非得挤进去,好大的太阳,不带墨镜黄眼。 孙希和孙丽搭档拍摄《甄嬛传》,确实圈粉不少,不过生活中的孙希总是被网友吐槽,只不过迟到一小时被群嘲,秀儿子也被骂。 孙希和张小斐一起参加综艺,二人还有过一段矛盾,因为他们俩要合体表演一段节目,可孙希一直称要旅剧本,不配合张小斐提出排戏的要求。 最后二人只有不到两小时的排练时间,导致张小斐败给了孙希,张小斐气到躲在角落里哭,这样自私的行为,就被不少网友看不惯。 孙希还在台上说要跟张小斐道歉,台下似乎并未给张小斐道过歉,这么多年过去了,孙希还是没有改,不顾小演员长时间淋雨,自己还戴墨镜撑伞几C位。 孙希也算是实力派演员,不过性格上确实有些不讨喜,很多时候都只顾自己的喜好,不太顾及别人,也难怪总是被人diss。 孙希是实力派演员的方式。 孙希因作超过有当过往显小斐道,刑冠冠军或参加您的各种东西的距禁。 孙希是实力派演员的方式。